各位主题学老师 家长平安 我们制作了新的单元 透过圣经 约翰福音中 耶稣提出了七个强而有力的 我是的陈述 每一句话都蕴含着深刻的真理与信仰力量 带给我们生命的指引 这十分钟的小视频 我们将圣经真理以科学实验和图片 动画浅显易懂地呈现在孩子的面前 帮助他们透过视觉与听觉和实验互动的体验 渐渐在日常生活中建立信仰与品德 成为信靠耶稣的孩子 耶稣的七个我是陈述 分别带来了不同层面的信仰教导 我是生命的良 耶稣告诉我们 祂是我们灵魂的供应者 信祂的不再饥饿 永远满足 透过这个陈述 孩子可以学会真正的满足与喜乐 来自信靠耶稣 我是世界的光 耶稣是指引我们的光 让我们在黑暗中不迷失 孩子们将通过科学游戏来理解光的力量与意义 并学会将耶稣当作生活的指路明灯 我是羊的门 耶稣是唯一能带领我们进入安全与自由的门 孩子们将透过简单的比喻理解这个深奥的真理 知道只有透过耶稣才能找到真正的平安 我是好牧人 耶稣为我们的生命牺牲 像牧羊人爱护自己的羊一样 爱着我们 透过这个故事 孩子们能够感受到耶稣无私的爱和保护 并学会感恩与依赖他 我是复活与生命 耶稣带给我们永生的盼望 即使死亡也不能夺去信他人的生命 会带来无限的生命力与希望 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耶稣是通往天父的唯一道路 他的教导是真理 他也是我们生命的源头 透过学习这个陈述 孩子们将明白生活中应当遵循耶稣的指引 我是葡萄树 孩子们将明白 他们的生命与耶稣紧密相连 只有与他连结 才能够结出生命的丰盛果实 这系列短片的中子 在于将圣经中的真理和日常生活结合 透过浅显异动的方式 让孩子们在游戏与活动中体会信仰的生意 我们设计了短歌科学游戏与操作实验 让孩子不仅能听故事 也能够动手做 从生活中发现真理的痕迹 这些活动引导孩子们以轻松有趣的方式学习信仰 同时也提供家长一个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机会 透过每集短片 孩子们将有机会背诵经句 参与祷告 并反思所学习的内容 我们鼓励孩子将所学的真理应用在日常生活中 无论是在人际关系中表现爱与关怀 还是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学习依靠耶稣 这不仅能够让孩子们学会信靠耶稣 还能在互动潜移默化中形成优秀的好品格 我们邀请每位家长与孩子一同观赏视频 并在观赏后与孩子讨论祷告 将信仰融入家庭生活 让孩子在爱与支持中成为一个有信仰 有内涵品德的孩子 最后谢谢您的观赏 请将影片分享给你所认识的朋友 接着这个视频让福音继续传扬 愿上帝的恩惠和平安与您同在 祝福您耶稣爱你